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老五和他的朋友们,我是老五 这一期呢,继续跟大家聊聊巴以冲突啊 然后的话,现在已经进行到联合国的层面了 估计大家都已经看到新闻了 然后的话,中国已经好几次相要求啊 在联合国啊,开那个安理会 然后的话,让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啊 谈判和平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也是好几次都被美国人给拒绝掉了 然后的话,毕竟嘛,五大流氓啊 那里边那个最大那号流氓 一票否决给你否决掉 然后很多的朋友可能会说啊 那中国在这里面的关系是什么 中国在里面的利益是什么 以及美国人为什么在这里面这样操作 今天我这一期跟大家讲解一下这个事情啊 首先聊一下美国 以前之前聊巴以冲突的时候 跟大家说过了啊 美国在巴以冲突里面是想要一位的得利啊 以前就是这样做的 然后巴勒斯坦以色列 巴勒斯坦代表着整个中东地区啊 不管是什么伊朗啊 沙特呀 什么包含土耳其 你都得算在里面 整个中东伊斯兰世界 毕竟啊 伊斯兰教毕竟是一个讲究以兄弟为核心的 那么一个宗教 内部可以有冲突啊 你对外的时候这个兄弟 你必须要撑在面上 不然的话你对不起你那套古兰经啊 这就是啊 伊斯兰教 这就是穆斯林 然后呢 巴勒斯坦代表着啊 是整个伊斯兰啊 没那个伊斯兰 代表着整个阿拉伯世界啊 伊斯兰呢 背后呢 大家也都知道是美国人的利益在里面 首先呢 很多的朋友可能会说啊 美国人一定是支持伊斯兰的啊 等等等等 没错啊 是没错 毕竟啊 以色列是从后来的 是中东地区后来的那个国家 然后的话 相对而言 你得知道 别看以色列在里面有多能折腾啊 打了几次中东战争啊 都是胜啊 赢啊 如何如何创造了各种各样的那种战绩啊 但是的话 你得知道啊 不论是从领土面积 还是人口 人口数目来说的话 以色列在那是弱势 美国就像我以前跟大家讲的 就跟在咱们的台海一样 他想要干什么 他想要维持一个恐怖的平衡 他不会允许以色列再把中东地区打一遍的 这是第一 第二呢 他也不会允许阿拉伯世界把以色列给赶出去的 大家一定要知道 这两边维持恐怖平衡 世界的老大就会得利 就这样的简单 你知道吗 你要当老大的话 你是如何去当呢 你是完完全全我帮这个小弟 把这个小弟啊 为这个小弟分忧 然后把这个小弟扶起来 变成了世界的老大 你这个老大去哪了呢 美国人不干这种事情 不干违背于自己利益的事情 对于他利益的最大话 就是什么呢 两边打 尤其是什么呢 尤其是像现在的中东地区 阿拉伯世界 有点向往 中国这边偏的时候 以色列进去搅一滩浑水 搅完这滩浑水啊 跟巴勒斯坦打的啊 两败俱伤 以色列自己啊 口碑也会掉 然后的话 自己的实力也会掉 然后的话 阿拉伯阿拉伯地区呢 最好也是那个什么 兄弟之间的那种 友谊那种关系 违背了 违背 违背了那个古兰经 然后的话啊 各种各样的啊 对待自己那种信用 产生崩塌 损害了阿拉伯世界的利益 损害了以色列世界的利益 两边实力都有所降低 他们两边实力都有所降低 这两边他们最希望的是什么 这个问题提给大家 他们实力有所降低的时候 他们希望的是什么 他们希望的是尽快让自己的实力回去 对吧 如何能够让自己的实力尽快回去呢 那得依靠一个老大人 因为他陷入僵局了嘛 陷入僵局嘛 打仗 陷入僵局了 两边都吃不了对方 结果就什么了 老大你赶紧把这事平一平吧 你平下来之后呢 我这边就和平状态一点了 我就能继续发展 然后他不要再往下去掉了 不要两边僵局啊 两边没有此消彼长 是两边一起往下掉 大家观察一下最近的世界的趋势 对待以色列的抨击也变多 对待阿拉伯世界的抨击也变多 你又从舆论口上都看得到 你又拿国内啊 墙内的一些媒体上 你都能看得到 比如说像网易新闻啊 里面一面倒的 恨不得要弄死那帮阿拉伯人 那么这不是圈眼 知道吗 这都是一帮圈眼 坏心眼 然后呢 也有也有很多地方能看到 要弄死那帮犹太人啊 太坏了 如何如何 他们他们之间的信用都在 两边的信用都在往下掉 往下掉 我最想的是什么 最想的是回去 回去的话 你就得依靠一个老大来调停 谁能调停 老大能调停 可是问题就来了 美国会好好的跟你调停吗 不会 知道了吧 不会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现在还没有算完呢 还没有达到美国人心里面那个利益的平衡点 而且现在比较有意思的一个事情什么呢 就是刚才跟大家讲的 中国进来了 中国来来中东了 中国这边呢 根本就不给两边 不希望啊 两边打到你死我活的时候再进来调停 这是为什么呢 要打破掉美国人的算盘 美国人是希望什么呢 两边打都有了一定的损耗的时候 他再出来 现在中国进来的时机是什么 是阿拉伯世界还没有受到特别大的损失 以及以色列的各方面的利益上的损失 也没有受到特别大的时候 中国进来了 这个时候就是在你美国人还没来 还没希望达到的那个恐怖平衡那个点的时候 中国进来了 三番两次的在联合国召开 要求召开案例会会议 结果美国 大家看到了 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很多的朋友可能会说啊 那中东跟中国的关系 中东跟中国的关系 难不成就那么的简单吗 就是为了坑美国人 首先第一 大家得知道现在是一个中美博弈的一个国际的大氛围下面 然后的话 中美博弈 你死我活 真的是有点你死我活 就像当年的蓬佩奥说的那样 全世界人民联合起来 推翻那个共产主义政权 你都已经这样做了 我在中东出张牌 那不是你活该吗 而且大家一定要知道 不单纯是这样 也不单纯是中美博弈的一个情况底下 大家要考虑到另外一个因素 什么呢 一带一路啊 中东中东地区是一个核心地区啊 如果中东地区乱了 比如说啊 中东打起来了 以色列打起来了 再来一次啊 那个中东战争 中东好多国家都进来了 再来一次这样的情况 你想一带一路 那个运输还能有安全可言吗 到的到时候 呃到时候各种难民的出现 然后的话各种诽谤的出现啊 各种什么势力的出现 中国啊 一带一路啊 就没法往下去做了 这也就是美国人想的 刚才跟大家聊到了 然后的话 历史上来说 巴勒斯坦跟以色列恐怖平衡 对待美国最有力 因为两边同时损耗掉自己的国力 求那个美国人 其次呢 现在中美博弈 中美博弈的一个情况底下 如果说中东乱了 中东乱了 一带一路的政策 就很难往下延伸的出来 大家看到了吧 大家看到了吧 这就是美国人的算法 美国人最希望到到的 中国在这个时候出手 那是必然的 那也是应该的 那也是中国的国力使然的 首先呢 比较有意思的 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啊 就是这一次在联合国里面 有三个国家 大家一定要注意 哪三个呢 中国带头 中国带头要要求啊 召开什么安理会 安全理事会啊 理事委员会啊 什么的 安全理事会 然后的话 那个要带头召开 还有两个国家 哪两个呢 一个是挪威 一个是突尼斯 大家一定要看新闻啊 为什么这三个国家 会如此的突出 或者说叫除了中国之后 还有两个国家 会如此的突出 首先大家一定要意识到 突尼斯是一个阿拉伯世界的国家 大家一定要意识到这个啊 伊斯兰教的 然后呢 挪威代表着欧洲 这个两个国家的出现 陪着中国一起要求 召开安全理事会 它背后是有原因的 如果没有别的国家 或者没有别的组织的势力 得希望这两个国家 不会露头的 因为什么呢 突尼斯也不是中东地区核心的国家 挪威也不是欧洲地区核心的国家 大家一定要知道 现在是这两个地区 派了两个小弟的出现 哎 这就有意思了啊 这就有意思了 接下来跟大家分析 这两个小弟 他们到底是为什么 然后呢 首先 咱们看到这个王毅要求啊 什么 有多一句话啊 要求什么 邀请巴以双方代表啊 在中国进行和平谈判 哎 邀请巴以双方到中国进行和平谈判 其实这是在做什么呢 这是在缩减美国的影响力 说我中国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 来来中国来来中国谈判 然后的话 只要是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到中国谈判 代表什么意义呢 巴勒斯坦背后的中东世界 偏向于中国 然后以色列代表的 能说他是犹太商人利益吗 或者说某一种利益吧 然后也会偏向中国 大家一定要看到这个 其实这里边的关键的国家是以色列 如果以色列同意了 如果以色列同意了 到中国进行谈判 美国就直接代表着输了 不管谈判结果如何 不管巴以双方谈判的结果如何 只要以色列同意了来中国谈判 美国就输了 然后这次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要求安全理事会召开 这三个国家 中国 突尼斯和挪威 这就代表着世界的意见 大家看清楚 这就代表世界的意见 本身跟巴勒斯坦同远的吧 或者说 伊斯兰教世界吧 然后的突尼斯 他就证明了 中东世界是希望 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到中国进行谈判的 大家看到了没有 中东世界在使劲的往中国这边来偏 那突那个挪威怎么就冒出来了 另外一个问题 我给大家提个问题 所有的国家 在这个世界上进行所有的事情 他都跟自己的利益相关 他闹得越凶寒 那越厉害 都是跟自己利益相关的事情 其实也有一部分是非理性的 但是某一部分的操作 他绝对是理性操作 没有利益的话 无利不起早 虽然说说的是商人 但是的话 全世界都是这样 挪威 他为什么要进来 他代表着欧洲的利益 刚才告诉大家了 欧洲 对于欧洲来说 有一个关键的议题 有一个关键的议题是什么 对于欧洲来说 那就是什么 难民问题 如果中东再来一次中东战争 大家想想一下 那个难民会有多少 那个难民会选择去哪 照样还是去欧洲 欧洲整个世界都会产生问题 挪威 大家想一想 别说挪威 你想想挪威旁边的瑞典 好多年前 不是发生了一起什么 爆炸案还是枪击案 一个白人 代表着什么极端的民族主义者 杀学生小孩 好像是在瑞典哪个城市 按照安放炸弹的 等等又吸引什么警察的注意力 把警察吸引到那边 这边又开始弄 然后挺大的一个案子 结果查出来之后 这个难的是一个新纳粹 不管如何 不管如何 难民问题 其实这些年的不是一年两年 这几十年对于欧洲来说 都是有极大的影响 刚才说到了 对于美国人的利益到底是什么 这个问题再反回来 对于美国人的利益到底是什么 两边的恐怖平衡 对吧 这是第一 其二呢 我要破坏中国的一带一路 如果中东地区再打一次大仗 好多国家都进去了 好多国家的实力都开始损耗 产生了好多的难民 产生了好多的势力 然后的话一带一路就很难在这片地区进行推进 如果一带一路不能进行推进 中国的利益受损失 美国获得更多的利益 这就是美国人在中东地区想的 就这两件事啊 就这两件 一恐怖平衡 以色列会求着他 巴勒斯坦会求着他 当然重点是以色列会求啊 第二呢 损耗掉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利益 也就是一带一路 可是大家发现没有 尤其是第二点 第二点 如果中东地区打烂了 打烂了之后 中国 不只是中国受力受损失 还有谁受损失 中东世界受损失 还有谁刚才提到了 欧洲地区受损失 这个世界都 你这个东西 对于美国人来说 真的是很尴尬 你知道吗 费尽心思 费尽心思 然后在中东地区搞了一盘大棋 我要在中东地区下一盘大棋 各方面我都得得利 但是你发现没有 你这是把你自己的盟友往外去推啊 对不对 中东地区的沙特 其实想转向也有那么一段日子了 为什么沙特看得很清楚啊 你美国人永远都是为你自己的自己的利益啊 那沙特这边呢 你自己你越弱的时候 你跟沙特这种国家要的利益越多 那沙特最好是找个老二来替代替代一下 然后缓解一下 就是这样啊 中东地区 你把这边啊 往中国去推 还有把欧洲往中国去推 欧洲本身跟美国产生了极大的矛盾的冲突点 其实有一件事 北溪二号 现在难民问题又上台 又上台 如果中东地区再打一次狠的 这个欧洲的难民问题再上台面的时候 你想想欧洲那些国家啊 稍微有点脑子的人 不恨死你美国人 你美国人在中东地区又搞这一手 所以说大家慢慢来看 其实啊 并不像很简单的评价 比如美国也希望啊 巴以和平 美国也希望巴以和平 美国不见得那么的希望巴以和平 他希望的是一种恐怖平衡 这种平衡你可以说它是一种和平状态 但是的话也有可能是打到烂之后的和平 也有可能是必须倒向美国的那种和平 你把美国当老大 美国给你安抚一下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中国来了 中国在中东地区有一带一路的利益 你美国人你不想着靠自己的真本事 来搞一搞 然后的话中国在搞一带一路 你美国人搞美国美路不就行了吗 然后的话结果美国人不这么干 美国人就喜欢搞啊 我把中东打烂了 你想在这边搞陆运 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 我把这边打烂了 产生好多难民 还有好多武装组织 我看看你怎么在这搞陆运 这就美国人想的 结果呢 你这样做 你就相当于把中东地区的国家 阿拉伯世界 还有把欧洲人牵扯了难民问题的欧洲人 推到中国这一边 大家慢慢来看吧 中东地区真的是有意思啊 美国人呢 哎呀 机关散尽 太聪明了 小心啊 误了轻轻性命啊 好吧 今天这期我就不多说了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